这边就是鸡蛋,上面有标这个,就是说这个鸡呢,它是可以有自由活动的空间的,广大的鸡下的蛋,然后large就是大的,没有找到中的,没有了,对,没有了,然后下面这个是十个,一盒,两个三磅,这个是小盒的,但没写价格,这种写着mixed,就是里面有大有小,还有一个是这种的,这是什么,花菜,香蕉,我那天买了一根香蕉,一英宝, 吃过的最贵的香蕉,然后这个一包才一磅,大圆种,它这个葡萄是两个三磅,然后你就拿两个是吧,对,我要一个葡萄,要一个蓝莓,还有这种里子,番茄1.6,里面有五个,菠菜,对,菠菜,它都没了,是的,都被大家抢光了,这个是有点像那种口膜那种的, 这是小型的,这是大型的,笑死了,就是得得大的口才能吃,这都是鸡块,素食,说这个很好吃,太馅饼一样的,这个应该是雪鱼的,反正我觉得这个区域都是得要有空气炸锅,因为你用微博炉弄这些的话不好弄, 对,然后烤箱呢,就是又不太习惯用,给大家看一下肉的价格,三个九磅,就是72块钱,牛肉块,这种黑暗料理, 鸡胸肉,这边都是熟的,那种丸子,肉,对,我比较想吃这个,8块钱,有点小贵,这边就是火腿区域, 这种面条其实煮的很好吃,筋筋的,我最爱吃的火腿就是这种,这个蟹棒,16块钱一根大概,对,有点像红肠,外国人超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知识, 这边就都也是鸡翅,素食,主要是太不健康了,你要是不会做饭的话,你可以就是买一点这种,好吃吗? 还没吃,一面,可以马上吃的,各种素食,这边就全都是甜品了,布丁,是吧?对,提拉米苏,米布丁,不知道是什么口感, 这边是果汁,三个,三磅,其实挺便宜的,8块钱这么一个,因为它这边果汁是那种,有浓缩型的嘛,兑水,然后喝很久, 哦,那个椰子水好喝,哦,这个好喝,嗯,这边都是牛奶,牛奶都很好喝,然后像这种的话,就是半托质的, 继续是几块,三个十磅,三个八十块钱,但这个每一包都挺大的,这个就是大家都说很好吃的,小酥肉的那个,东西,但是没有鸡肉的,就是牛肉, 这边都是用来做汉堡的,鸡翅,对,吃粥,吃粥,很便宜啊,三个十块钱,是的,好想要一个空气,这样的空气, 我感觉这个就在家就可以开个麦当劳了,这个是鸡排,我觉得这就适合那种,一个大家族, 我们这种不仅仅应该没办法,我们的那种鸡胸肉,对,鸡胸肉,这个午餐肉还小, 其实外面好像是有那个,是蛋还是吃粘粉,嗯,裹了个什么东西,我买的是纯的,就是午餐肉,这个是华夫饼, 各种各样的糖,又卖那个充值卡,还有电话卡,这边是鱼, 看中间的这几排全都是这种素食,然后还有对面的这些也都是素食, 这些鱼也是三个十磅,也蛮便宜的,但是不太会做,这个虾仁是五磅, 五磅有一大包,但我上次买了这个小的,不是很好吃, 这一包虾,六十四,一斤啊,六十块钱的地方,还行,还可以是吧, 我还比较喜欢吃那种鱼,十磅,一大利面,价格基本上都是在三十多块钱一份, 还是挺贵的,素食米饭,素食汤,两磅,那也就是差不多十几块钱, 披萨便宜,才三磅,二十四块钱,对吧, 这个好像他们说就是跟麦当劳是一个味道,做出来跟麦当劳是一个味道, 薯条,这种可鸡食品这么便宜,就是喜欢吃这些的人到这里就找到了天堂, 这种薯条也特别好吃,两磅十六块钱,这边就是蔬菜了, 冻的蔬菜,各种三个五磅,豆子玉米什么的, 我还是爱吃新鲜的,有点像春卷似的那种东西, 天附罗品贴,三个五磅, 这种泡面不知道是他们本地的还是哪里的, 也要八块钱一个, 这就是个大盒的,都很便宜, 八块钱一大堆, 泡萌是3.5,那就是二十多块钱, 里面有几个,里面有四个, 做意大利面的酱, 两块钱一个, 辣椒粉和大蒜粉, 五香粉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,是不是就跟十三香一样呀, 这个油, 是可以直接喷的,就会比较均匀一点, 这一个里面有22袋, 对,然后是四磅, 32块钱这么一大袋, 哦,不是的,它里面是分那种小包装的, 我上次在那就是阅读的时候, 然后就特别无聊, 我就一直在吃吃吃, 给大家看看我大概20多英镑, 最后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哈, 12个那种大号的鸡蛋, 大号有多大呢, 我们来看一下, 好像也不这么大, 包菠菜, 这种菠菜是那种就是比较嫩的, 小菠菜, 还有这个火腿, 鸡肉, 这个其实有点贵了, 我觉得, 还有一包虾, 一斤, 那种冻的大虾仁, 调料, 一个是辣椒粉, 我比较喜欢吃辣, 还有油, 这是可以直接喷的, 橄榄油, 蓝莓, 两天超级想吃水果, 还有一盒葡萄, 这个葡萄真的超级好吃, 还有蒜粉调料, 没了, 就这样, 还有这个水, 买了是750毫升一瓶, 买了6瓶, 就这样, 基本上大概在150人民币了,